銀色休旅車駕駛催油門往路邊車輛用力衝 後方黑車也衝過來撞倒路邊男子 導致對方腳趾骨折 男子有人趕緊求救 原來撞人的黑色轎車駕駛是竹聯邦捍衛隊陳信芬隊長 弟弟也在車上 兄弟倆竟然為了車輛買賣糾紛 在萬華當街撞人 理著平頭身形壯碩 他就是30歲的陳信芬會長 有多項前科兩度被關 今年3月因為暴力討債被羈押兩個月 沒想到羈押期滿後再度犯案 小他10歲的弟弟從小跟著他混黑幫 無論恐嚇還是為事 兩人都同進同出 弟弟是環南市場員工 找哥哥出面 爭取市場工程 為了爭奪萬華環南市場的波道工程案 今年1月來找當時的主委談判 沒想到主委說他不能做主 竟然繞人翻桌 攤判破局竟然翻桌洩憤 松弟倆一再犯案這回想重獲自由恐怕沒那麼容易 如果你在刑罰執行完畢後五年內你有再犯的情形的話 我們呢就是有加重其刑二分之一的一個相關規範 不斷犯案帶著弟弟四處惹是生非 這回兩人都被逮 刑期恐怕加倍 暫時無法再誠兄鬥痕 TVBS新聞李玉米國穎在北報道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